新闻大破解 破诡大新闻 大家好 俄乌战争 乌克兰在部分地区开始部署反攻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三个不可逆 美方向俄方和中共分别提出的一个不可逆 以及中共在美国和普丁之间 究竟要选择跟谁走向不可逆 谁与谁回不去了 第一 是俄方普丁联系了土耳其开出和谈的条件 美国的国务卿就解除制裁的议题 他设定了一个标准是 俄罗斯必须要停止入侵 而且要不可逆地撤出 永远不再有下一次入侵乌克兰 第二 是路透社的报道 是波巴马时期的国安官员麦艾文认为 拜登政府似乎在传达 北京正面临一个跨越可能 让美中关系不可逆转 损害门槛的一个风险 中共表面就是中立的骑墙派 而被曝光在暗住俄罗斯开战 还打算要军事和经济援助 中共的中宣部还下令 不可以传播不利俄罗斯方面的消息 而如今似乎有些在认怂急转弯 他的喉舌CCTV16号报道 俄军有巨大的损失 而且中共驻乌克兰的大使 暂取乌克兰团结 还承诺中方永不攻击乌克兰 又没有人说你要攻击 为什么你自己要这么说呢 那还说愿意要经济协助 那驻美大使秦刚则投书提出了四点立场 简单讲就是抢着要办好人了 不过他说的恰恰和中共相关的言行 是事实相反 言行不一 德国媒体有报道 传言俄罗斯的外长飞机 17号飞往北京的途中 却不知道为什么理由 突然间掉头飞回俄罗斯 那在这三个不可逆的关口呢 美中俄大三角回不去原样了吗 那中共和普丁相互的这种利用和算计 引爆了西方格局的改变 世界将会多大的范围 走向一个不可逆的新局 而台湾的角色又如何 我们介绍破解新闻来宾 台湾大学众志系名誉教授 明居正老师 主持人好 桑普律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时事评论人桑普律师 主持人好 明教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国际法院ICJ16号裁定 俄国必须停止侵略乌克兰 而中国籍的法官反对这项裁定 那乌国的总统同日连线 美国国会演说 而美国拜登是随后宣布 新一波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包括了防空系统 反装甲等武器 那拜登下个星期要到欧洲 出席北约成员国的领袖峰会 有不少专家认为 拜登前面在嚇阻战争的力度不强硬 也让普丁借此误判而开战 那拜登日前警告 欧战争可能是一场漫长艰困的战斗 而美国政府这警告 在战局焦灼下是担心普丁 说不定可能动用生化武器 甚至合资武器 请教两位 我先请教明老师怎么看 美国目前在各个层面 帮助乌克兰抗战的情况 那俄乌战争意外发展 让欧洲非常的团结 很多国家升高国防经费 中共变得很左右为难 那有专家这样评价说 美国精准掌握战略节奏 您怎么看 或者我们可以说他是亡羊补牢将计就计呢 比较像是亡羊补牢 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是那么精准计算的话 我们那讲过嘛 我们说他那个是在3月21号 当普京说他承认了那两个 独立共和国的那个自治地位之后呢 2月21号 他一承认的话 你最快的做法就是 如果你派无核部队 我也派无核部队 那这样讲的话 那这个战争就不会爆发 可是所以说精准掌握 我倒真的觉得比较 更像是亡羊补牢 除非他一看到就一个 很棒的一个计算在这些说 我认为你就要打 我就是摆个陷阱给你打 那领当别论 所以回到你的话题就是说 对美国对乌克兰是提供了帮助 但是如果按照我们刚刚逻辑的话 美国如果更早的就提供了帮助 然后更强的 更强而有力提供帮助的话 乌克兰的损失会比较小 所以我认为这地方 你如果他不是有心设计 这场战争的话 那美国是难辞其咎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你听到说 欧洲国家大的团结 说是美国促成的 严格说应该俄国促成的 对不对 因为美国总统讲了这么多年 叫大家团结起来 大家好像不想团结 我记得在差不多就是伊拉克 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1992年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当时美国已经讲过这件事情了 因为那时候俄国快要崩溃 然后美国就讲过 可是欧洲各个反应就是步调杂踏 简单说 觉得大家对自己的利益 其实上都太清楚 因为大家都依赖中东来的石油 有些国家很大从事 依赖伊拉克来使用 有些国家甚至帮伊拉克去建军 核能发电厂 国际帮它建的 然后它的一些重大的那些基础建设 就是战争用的基础建设 国际帮它建设的 它的很多武器是国际卖给它的 它不是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你说帮伊拉克建军 你说国际上有没有帮忙 有很大的帮忙 所以那个时候当时 我说国际帮忙 就是很多时候欧洲国家帮忙 尤其是德国 法国帮忙非常大 所以你说这些国家 这么多年以来 美国讲说 我们要团结起来 要对抗俄罗斯 然后我们不少讲过说 你那时候如果让乔治亚 跟让乌克兰都进了北约的话 那后面战争就不会爆发 就德国跟法国反对就激烈 如果德法那个时候说 反正俄国好欺负 那我就同意就算了 那其实可能问题更简单 战争根本不会爆发 所以欧洲国家大团结 与其说是美国计算出来的结果 其实更像是俄国推动之后 导致这个结果 你刚刚不是讲说很多国家 安全医我提高我俄国国防安全民意 而发动这样的战争 就造成了恰好是一个反效果 你说乌克兰将来这合约条件 怎么定还没看出来 你说最后你觉得乌克兰会做很大的让步 不会了 因为打到现在乌克兰没有居下风 那就他就不会做很大的让步 而且时间现在在我这儿 所以我最近听到两句很有趣的话 就是俄罗斯打不赢 然后乌克兰打不死 这两个话很精准的 当然有点讽刺性的 表达了这种战争情况 那就说明说乌克兰如果打到这种情况 它的谈判条件它是可以拉高的 而俄国谈判条件是要降低的 跟有些人想反的 刚刚相反 所以对你的问题 我前面是这样的回应 那从这边我还看到一点什么呢 除了看到说欧洲团结之外 各位注意到亚太的情况跟欧洲一点类似 虽然它那个团结性没那么强 但是大家做用力方向很接近的 第一很多国家开始加强建军 对不对 这个大家开始了 这不是军备竞赛 因为这些国家彼此间不再进行军备竞赛 不是说你看到我之后 然后我建军 我看你都建军 不是 大家都在担心说 如果俄国可以打乌克兰的话 那中共可不可以打台湾 可不可以打我们 所以我们要针对中共来建军 所以大家都在建军 但是那其实背后逻辑是一样的 我是针对中共来建军 这是第一个 第二 这几个月我们还没看到 因为美国在忙欧洲的事情 但这一两年来大家看到 因为中共的这个态势加强 然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加强 虽然没有真正动手 但是大家已经开始警惕 所以看到你说亚洲多个国家参加或自动来组成这个各种各样的合作机制 虽然不叫做同盟 但是合作的关系的确是加强了 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这些国家之间的演习开始增加 军事演习增加 而且是海军演习开始增加 然后那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四方会谈慢慢开始实体化 四方会谈大家记得它全名 叫四国安全对话 叫做安全对话 它不是同盟关系 那甚至也不是说什么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它只叫对话一个dialogue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对话有越来越实体化的趋势 什么叫实体化呢 就是他们除了对话之外 他开始有吸手合作了 我们一起做一个什么事情 最明显可见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具体来进行军事合作 军事演习 这就开始实体化了 那么实体化就是四个国家对不对 现在还有扩大化的可能 对不对 现在在谈说男孩是不是会参加 谁是不是会参加 然后最后就是台湾可不可以来当观察员呢 这都是扩大的跟实体化的一些表现 台湾要直接参加我看很困难 但台湾如果要参加作为观察员 或者说这样子吧 就是不是固定观察员 就是每年我们有活动了 到时候再决定要不要邀请台湾参加 台湾机会都增加了 所以扩大化跟实体化 再来就我们讲到澳英美同盟 澳英美同盟然后去年出现了 当时我还用那个文字不清楚 我看了半天了 我还不确定怎么回事 结果这同盟出来这几个礼拜呢 他们讲了一句话 他们居然说这同盟是开放的 什么叫开放的 请各位讲清楚 开放就是不止这三个 不只是澳洲英国跟美国 开放就是别人可以来申请参加 虽然现在还没有 不过当时他的讲的话 好像主要是说科技合作方面 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就说对科技合作方面 其他可以来参加的时候 慢慢就提高他们之间合作的范围 有一就有二就有三了 对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要加强的 澳英美同盟 现在只是在科技合作方面加强了 然后扩大了 等到你们来的时候 等到中共威胁再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步步上升 所以基本上这意义就是说 我们弯弓而不射箭 把弓拉起来 然后你看你中共表现 中共表现好 我做弓就放松一下 如果公共表现不好 那我这箭就要再拉慢一点 甚至会射出去 所以简单说这些加起来的 它一个结果就是 对中共的遏制的力量加大了 那是第三个三点 第四点 这个到目前为止 整个战争综合观察就是 俄国在战争之后 应该可见的就是会大幅度衰弱 它对旁边国家的威胁会在 但是会减轻 然后理论上 就算欧美不对它做更多的限制 它要在几年之内 再发动这么大规模战争 恐怕不容易 第一点观察 第二点观察就是战争是真实的 大家要有实力去准备 再来就是和平不是必然的 现在大家常常讲说 和平是必然的 不是的 经过了这几次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和平是要实力去捍卫的 再一个跟这不直接相关 就是产业链会重组 因为大家先看见了 在战争下切断了航道 切断了供应链等等 然后小麦大麦什么 黄豆玉米什么都少了 所以产业链会重组 所以工业的跟农业的生产链 都会重组 各国会重视自主性 所以再一个就是 全球的食物供应呢 可能短期之内会出现问题 或者潜在风险 最后点就是 瘟疫跟公共卫生的问题呢 会受到更大的重视 所以这是这场战争呢 大概带来几个 我们现在立刻看到的 明显而直接的后果 是 那团文贴请教 桑普怎么看 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 我从一个宏观来讲 基本上是三个我觉得 主要带出了讯息 第一个是有一些人说是 诱敌社局论 是美国先用这个 示弱的方式来引诱人家 俄罗斯掉进这个 乌克兰这个泥州 其实这个说法我就不太认为 我认为是亡羊补牢 跟那个后来居上 这个方法你看到 恶意的声明得很清楚 那当美国看得到 那个俄罗斯侵略这个东北 乌东地区的时候 基本上没有说什么样的话 一直要到24之后 才会真的是有不一样的说法 所以这个看得到 北约的红线很清楚 原来以为俄罗斯也很有可能 在那个两天到四天内 拿下整个乌克兰 但是拿不到就吃不了 现在兜也兜不了走 所以结果是 现在这个俄罗斯困球 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里面 那美国后发限制 结果是他现在全世界都会 就是有些欧洲国家归心 但我们想一想 要讲讲这个东西 但是我要澄清的是 后来居上亡羊补牢 而不是事先计划好的 否则这么多的森林涂炭 就很难去这个证明 美国还是个和平的维护者的人 一个国家这个第一点 第二个是 这个战争是个模式 是前后相挺 助人支柱 就是今天为了避免核战 跟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不派兵 不宣战 不划定禁飞区 但同时你看得到 它供应源源不绝的军备 给乌克兰 以最新的看法来讲 八亿的军援 还有防空反装甲武器 九千套的反装甲系统 七千套的散弹枪 还有那个无人机等等 都是相当大的一个 那个相挺的措施 我觉得说美国 有没有帮助乌克兰 当然有 那美国还有没有做得更好 可以做得更好 有两点 一个 军机可以由波兰 真的是调到 那个乌克兰来 基本上飞机很重要 不是只有那个Jaflin 不是只有那个标枪飞弹 或者说就是刺针飞弹 是那个弹簧刀 自杀无人机 都是其一 但是还不足够 因为都是定点 短距离的那一个攻击 但是制空权是一切 很怕俄罗斯 会通过各种模式 重夺制空权 所以我觉得飞机很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要攻击 第二个事情是 北约不划定禁飞区 乌克兰可以自己 划定禁飞区吧 乌克兰如果供应 它源源不绝的军火 它也可以去这样子做 这也是Lindsey Graham 这是美国共和党的 参议员的一个提议 所以这些东西 都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不论如何 北约国家跟美国 这一次的帮助乌克兰 是毫无质疑的 第三点是 这个打败俄国唯一出路 因为这一次的看法来讲 我们有很多上中下车的分析 但是你摸一摸 整个局面来看 如果今天俄罗斯不是被打败 而是用一种体面的方式来收藏 而还是成为 欧西国家的一个 头号敌人的话 中共会坐稳 快乐第三人的位置 这个坐稳不稳 待会我们分析 不一定稳 但是起码有这个空间去游刃 所以我会认为说 如果真的要给中共 这个空间去游刃的话 我们不要 那情况 沙盘推荐有几种可能 第一个 乌克兰战败 可能泽林斯基 或者基辅陷落 或者被抓 第二个情况是 那个完全交走非常长的时间 第三 有可能是和平协议签订 但是各打五十八掌 但是第四个就是俄罗斯彻底的战板 我觉得第四个当然是上策 你后面的三个 前面三个情况 基本上都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 所以这个情况会让习近平在当中 可能有一个些微的空间可以游刃 但我觉得空间其实不多的 但是可以肯定 这个地方是这个大局的分析 你问我 这个战争谁会输 当然是俄罗斯输的机会非常大 输的机会大 因为说你看到他狂轰乱炸 而且要在叙利亚招募四万个民兵 也知道说他开始没有牌可以出了 那七千个俄军阵亡 那这个地方是硫磺岛 当时这个战争 这是硫磺岛美军阵亡的美军人数 低于七千人 但是你看到光是二十几天 硫磺岛战役打了三十六天 这个战役二十几天时间都没有结束 已经超过七千个俄军阵亡 而且当时硫磺岛是二战时期的登陆战 它这个是平面的 平面的 不是那一种空间的战争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 士气低落 鼓劲差 制空权没有 弹尽良绝 制裁很多 这是一个 欧洲的态度 我很同意明教授讲的 并不是美国事先串好他们的 而是说当这个战争一打起来的时候 欧洲国家开始大觉醒 他开始体悟到原来北越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川普时代 要每个国家给2%GDP的军费 大家都是嗤之以鼻 现在每一个国家都要想加入 而且就算没有加入北越的 比方瑞典 芬兰都在考虑当中 其他已经在北越当中的 也是要奉献你的资金 也不可能是美国一直养这些国家 所以说这一次并不是拜登 这个用病真如神这个来看待 而是说美国超强 其他国家风行草宴 面对俄罗斯同样的公敌 必须要投靠一个自由世界的核心 所以这一点是更重要 你看爱尔兰 瑞士 一般都是不沾锅的 都硬起来了 德国也是改了 当然泽伦斯基 刚刚对德国国内的眼说 我觉得是刮他一巴掌的 Never again 你德国说过Never again 你现在是不是继续这样做 你也看得到国际法院ICJ 3月16号裁定 俄国应该停火 唯独两个法官 中俄的法官否决票 你看到北越准备 加强东线的维安 英国的国防大臣华勒沙 也是说英国在波兰部署 天刀 飞弹跟军力100个人抗俄 还有那个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也是愿意给乌克兰 S300防空飞弹系统等等 这只是其中一些 还有广泛的制裁 取消最后会国待遇 还有金融方面的制裁 所以无论从人道 经济 军事 全方位的剿杀 其实这个地方 难道不是在俄罗斯的预算中吗 它是在预算中 它预算是如果 今天数战数决 两到四天解决 乌克兰没有这些事情 但它预算得到 如果事情一拖下去 结果就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会太出大家意外 我认为说未来的情况 会朝着俄罗斯慢慢衰弱 甚至普丁被政变的可能性非常高 希望大家拭目以待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看 这个中共在恶物战争的表现 被认为是两面人 那它在罗马会谈 跟美国又是拖拖拉拉 暧昧不明 这样的表现 对美国来说 会改变对中共的战略定位 乃至下定决心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祸解 俄乌战争 美国是公开的要求 中共要站队 而中共至今都还没有谴责 没有定位俄军是一个侵略的行为 美中的高层 14号在罗马激烈会谈了7个小时 警告中共不得援助俄罗斯 这两天 中共的态度似乎出现一些 些微的转弯的迹象 例如像是外交系统 和喉舌宣传 都有些调子的变化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事情是 六四的学运领袖 李靖靖律师 14号在美国的纽约 被一名可疑的中国女子 刺杀死亡 美国政府就随即很快速的收网 抓捕了五名的中共的特务 而这个事情就发生在 拜登和习近平 今天18号周五要通电话之前 又请教两位 先请教桑普律师 中共在这个战争当中 被批评两面手法 还有罗马会谈表现 您认为会如何影响 这个拜登政府 对中共的一些战略定位 其实他想竞争等等的 会不会他 也许他比较认清了 也许他公开要再做一些调整 这会如何影响 未来的美中关系 我认为到现在为止 从拜登跟布林肯政府 对于中共的态度 还是相当强硬的 未来怎么变化 我们要看着整个情势来研判 但可以肯定一点是 我们可以从FSB 俄国的联邦安全局的内部文件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难道是被骇客骇走吗 我觉得是不太相信 很可能是俄罗斯故意卸出来的 为什么这样做 可以看得到 我们一直都讲 中俄之间不是脑不可破的同盟关系 原先在习普会当中 前后可能有一种论述是 今天普丁来攻击乌克兰 速战速决拿下来 今年秋天习近平就打台湾 这个地方有这个盘算 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会打台湾 是一回事 那起码双方沟通有这样的说法 那就是笨的人就先出手嘛 就那个普丁先出手打 打也打不好 这个时候中共就开始起了离心 原来在221 224的时候 中共非常 那个移植气势 非常的意气风发 那一直到了3月7号开始 整个风向就变 变的意思是说 中共开始跟俄罗斯保持一个距离 希望当 希望当一个快乐第三人的角色 那你看得到 中共就算在3月7号之后 你看得到那个3月14号 有这个罗马会谈嘛 那有7小时激烈而坦率的那个会面嘛 但这个谈话来讲 不得要领 也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那这种你看到 中共的驻美大使秦刚 在3月15号投书美国媒体 驳施中共早知道 俄国要出兵乌克兰原俄的说法 那时候战争对中国没好处 又要努力推动乌俄的会谈 这个地方先说否认 凡中共否认的事情 都要逆向思考 这个我常常都说的 另外的是说 布林肯一直都强调一点 中共不愿意谴责俄罗斯 中共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常任理事国没有坚决反对侵略 而且是跟他当联合国的 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的承诺 背道而驰 他甚至很哒哒哒地讲得很清楚 在俄罗斯入侵 那个乌克兰的问题上 中国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方 这也讲得很清楚 更何况中共还跟乌克兰签过东西 承诺这个他们的领土的完整 没错 那你美国的战略师 一定要击败俄罗斯 我觉得这个定位 跟我的想法完全是契合是对的 他说俄国要不可逆地撤出乌克兰 irreversible Russian withdrawal 那这样才有可能 就停止入侵 而且承诺保证永不入侵 这个才能够停止制裁 换言之你要俄国要几败 那中共现在方面是看这两点 第一个我要怎么办 如果我挨到俄罗斯那边 那我可能跟他拦炒 用香港的术语来讲 就拦炒 那这个情况很不利 那因为俄罗斯是开始有失败的迹象 他不是成功的迹象吗 失败的迹象你挨过去 可能一起去拦炒 那你如果说不挨过去 你要挨到美国那边 美国也不接受啊 同盟也不接受 你看得到 无论是你看到Lindsey Graham 刚刚讲格兰姆 开始准备制裁中国 而且布林肯跟那个苏利文 都某种程度上说 如果中国援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将面临国际的孤立 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中共其实一直都是在帮助他来处理 之前的问题已经帮过了 但会不会收手呢 根据CNN的盘点 中共现在开始却 那他有几个东西 有四个点可以说 我再补充两个点 第一个 中共让卢布贬值 人民币对卢布 那基本上交易区间扩大一倍 第二个对俄罗斯 就放任卢布贬值 第二个是对俄罗斯 动用那个外汇储备 要求做事不管 第三个是扣留飞机领组件 因为俄罗斯买不了波音跟空客 那跟中国要 中国不给 声称不给 第四是停止基础建设设施 叫亚投行 那就停止 俄罗斯跟白罗斯的服务 第五个是央视开始转风向 开始硬起来 你看到有个大翻译运动 我们都讲过这个地方 那个很多人翻译 央视人民日报的东西 人民网的东西 希望说做个大外宣 帮助俄罗斯 但央视开始转风向了 所以我觉得说共产党就脸就是初一十五不一样 本质还是不变的 你可能会翻车 翻车 大家跟不上 跟不上 第六个是外长 那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就曾经刚刚说嘛 飞机要从俄罗斯 摩斯福克起飞 到了西伯利亚就掉头回去穆斯科 这个地方肯定有怪异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地方 美国站得硬 俄国开始沉 中共就开始跟俄罗斯保持一个距离 那他也挨美国也不是 他站稳快乐第三人可以吗 我觉得空间非常少 因为就算小儒立陶宛都开始表态 立陶宛怎么说 如果中共不表态 欧盟应该取消四月的欧中峰会 直到中共表态为止 那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 是未来的局面 中共现在怕的是俄罗斯倒下去 这个也是我们极端要出城的局面 因为俄罗斯不倒 普丁不倒 基本上这个是郑重中共的下坏 存亡齿寒啊 成语有说 你要存亡齿成那个寒嘛 所以今天来讲 俄罗斯要倒掉 是世界现在顺着这个形式 来对抗俄罗斯的必要的东西 你看到赵立健是怕的 他一方面要站 嘴皮上要站稳美国的立场 要说中国一向认为各国的主张 独立的领土完整 应该受到捍卫 绝对就是那个中国驻屋的大使 范仙荣说 中共绝对不会攻击乌克兰 当然不会攻击乌克兰 难道你会攻击英国吗 但是问题是今天你说这句话 是没有是空话是没有意思的 重点是你会跟俄罗斯在一起 去输送粮末 甚至是那个金钱 会给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 我认为在这个此时此刻说 会供应军火等等东西 美国的卫星探扯得到 你一定死悄悄 所以从钱方面 粮末方面 可以用各种途径来攻击俄罗斯 来喂养这个政权撑下去 但同时他也很怕俄罗斯倒 倒他也不会好 所以现在中共是在一个 非常困难的时刻 所以他要和谈 要签署和平协议 就是这个目的 但我可以看你谈谈打打 乌克兰不会就范了 就看看我的预测是不是准确了 而且我觉得刚刚在谈 我们谈美国对这个中共的信任 另一个角度是普丁心里面 对中共大概内心翻腾啊 所以明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 先说那个拉夫罗夫的飞机 为什么半路回去 应该是得到消息说 中共大概不会提供大帮忙了 他就回去了 因为他本来去 可能要开口药这东西 现在回到就是说 美国要求中共站队 我们回头看一下 中共在整件事情上 它立场的变动 你可以看到 开头它很支持俄罗斯 然后现在慢慢开始转变 转变原因就是 你仔细回头看 它有两大误判 第一个大误判就是 它对俄国这场战争的误判 第二就是它对欧美反映的误判 这两个误判导致它的转变 我先说对俄国的误判 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因为它原来以为 俄国正在很短时间之内 可以把基辅打下来 然后 Zelensky会逃亡 然后他只要设立一个流亡政府 他设立一个傀儡政权 然后看起来这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当中共认为说 俄罗斯很快会解决乌克兰 那这地方就不构成问题 所以中共在这里力挺俄国 看起来是没有错的 这是第一个误判 第二个误判就是欧美的态度 所以难怪有人说 欧美是摆陷阱给它跳 因为前面美国讲说 我不会出兵 然后英国讲说不会出兵 然后欧盟也讲说不会出兵 大家都说不会出兵的时候 那就看起来就说 你打没关系啦 我们不会出兵 可是我觉得中共的误判就是 他们把前后几件事情加起来 再走到这一步之后 造成更大的误判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是我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讲的 第一就是 他们对于这次武汉肺炎的疫情 对欧美的伤害的判断 是高估的 你看欧美被打得这么惨 几千万人染疫 然后上百万人死亡 所以他们一定非常惨 中共是把人盯在屋里面 然后你们要死要什么 你们死在屋子里头 所以我们外面看不见 所以就不会传播出来 看起来是铁丸掌控了 这个疫情的传播 所以他们就讲说 你看我们一党专政的优势就在这里 是或许是有在你负的代价非常惨烈 但是对他们看起来觉得说 你看欧美被打得很惨 这第一个 第二就是你看他们总统选举搞成这样的 总统选举乱成一团不说 后面什么呢 两党继续分裂 社会动荡 然后社会开始分裂 他看起来美国的社会 第三呢阿富汗撤军 这我们讲怎么会变呢 阿富汗撤军撤得难看 所以这些加起来就代表什么呢 拜登团队软弱无力 好那再加上另外一点就是 那欧洲会不会强烈反应呢 大概不会 因为呢俄国跟我们讲说 欧洲很多国家都依赖它的石油 依赖它天然气 依赖它粮食 跟依赖它的基本矿物什么等等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去打换呢 他们最多像2014年那样叫一叫 然后轻轻封锁一下 然后就没有事了 所以你放心好了 我觉得最重要点就是 中共把这些东西加起来之后 它觉得说 欧美的领导班子现在意志软弱 他们对这问题不会强硬表态 然后也不会强力干预 然后呢俄国会达成 它要达成的目标 而且在很短时间之内完成 所以如果说他做出这两大误判的话 第一他对俄国这场战争误判 第二他对欧美反应的误判的话 那他下一个判断就是 那说不定我有机会 在今年秋天以前拿台湾 所以FSB那个判断呢 我看是这样来的 也就是说 我先有这些判断 而这个判断是你们给我的消息 我来做判断 为什么呢 你俄国告诉我说 你又很快解决问题 你俄国告诉我说欧美很软弱 然后我从我那边判断 看起来也像是软弱 所以加起来之后呢 就变成说挫伤加错 挫伤加错 所以他才会说 那这样我可以考虑 我今年秋天先呢 就动台湾 不用全国打下来 就算动到台湾 然后逼到某种程度 台湾只要低个头 那我的20大就很好开了 所以对他来说 短期目标呢是20大 长期目标就是台湾 当然就是把美国搬断 那是更重要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刚刚讲说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整个过程呢 中共方面对俄国对欧美呢 有两个错误的重大的误判 一旦这误判落空之后 他怎么办 他怎么办 他表示说 你看我前面战略股散全错了 现在呢 俄国没有打赢 然后俄国好像还在步步后退 俄国还向我求援 那表示问题很惨了 他还跟叙利亚去调军队 那表示说他的军队不能打仗 至少人数是不够的 那现在各国来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倒地不起 我怎么办 我要不要帮忙 所以原来中共想说 我利用的时候一举突破 然后就能干什么 现在发现了不行了 现在全盘都乱掉了 那我必须调整 怎么调整 所以看到第一个调整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说 他赶快想跑到中间来 当快乐的第三人 美国把他封住了 美国说不行 你这个时候来 那这算什么东西啊 我们前面要搞一半死 我们出钱出力 然后这个乌克兰人流血流汗 结果你跑来当快乐的第三人 你去捞好处不行 好 我要帮你 我要破局 怎么破局呢 中共要军援俄罗斯 美国说中共军援俄罗斯 我管你真假 如果是真的话 我现在讲的时候 你就不能做了 如果是你们要做好 我这样一讲完之后 你也不能做 然后同时把你底牌给掀掉 然后就你想当快乐的第三人 我根本不让你当 换句话说亡羊补牢也好 或者后来居上也好 但至少美国这点是做对了 好 那现在这样 那中共能怎么办 我们过去讲过 我们说中共对于这个 美国的这个关系 是非常在意的 所以他必须回头去 讨好美国跟欧洲各国 也就是他平衡呢 就是对俄国是一个 很重要的伙伴 因为如果没有俄国称号 我独立面对欧美 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也必须称俄国 称到一定程度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要称号把我赔进去 我不划算 所以我只好跟俄国讲说 不好意思啊 我去那边打个招呼就回来 所以他去那边打个招呼 然后这边呢 少了安抚俄国一下 这就是拉夫罗夫得到摔搜 我不能再西区 然后飞机必须回头原因 好 那中共考量是什么呢 大家不要忘记 我一次跟大家说 美国跟中国之间 有很多矛盾没有解决 第一 贸易战的问题没有解决 然后贸易协定 现在是不是要重弹 看起来会重弹 从川普一开始签贸易协定 我就说这个贸易协定 最后会放松 而且是美方会放松 但不会全放 因为这对美国来说 是很有利的武器 好 这第一个 那么中共对于美国的贸易依赖 我们过去讲过非常严重 你不可能说 现在我因为恶物战争 就我跟美国再继续加码对抗 这不太可能 所以第一呢 他必须考虑贸易战跟贸易关系 第二 贸易战背后是什么呢 是我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 我们的战略关系是有是敌 对我们过去一段时间不愉快 但我真的不希望这样搞下去 因为这样搞下去对我比较不利 因为我对你依赖比较深 你对我依赖比较浅 然后呢 我从你这边得到的东西要多 你从我这边得到的东西也要少 那所以怎么办呢 我只要调整我的态度 好 第二 战略关系要调整 第三呢 我过去借着双方的交流 科技的交流 人才的交流 商业的交流 跟并购等等 我拿到了很多军事的 经济的商业各方面的秘密跟好处 我不希望这好处断掉 所以我希望恢复交流 所以他跟美国认真想讲这事情 好 这对美国方面 对欧洲方面呢 因为新疆棉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吗 因为新疆棉的事情 中共跟欧洲各有闹翻了 谈了七年的欧洲投资贸易协定 一系之间被欧洲叫停 那我中共需不希望恢复 我当然希望恢复 因为我在对美国的贸易 没有完全正常 以前从欧洲那边拿到好处 可以平衡我在美国那边的损失 而且从欧洲那边拿到东西之后 可以回头去施压美国的时候 你看欧洲给我好处了 你也给我一下好处 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杠杆 所以他也不能完全迫害 跟欧洲之间的关系 好 这两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如果要重新调整 对美对欧的态度的话 那对台湾态度不要不要调整 对台湾的调整 我一直讲我说 两岸关系不是只存在两岸当中 两岸关系存在于大国政治之间的 所以如果说 中共要调整对美对欧关系的话 对台湾关系它要怎么办 它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个就是开始办笑脸 第二就是我加重施压 坦白说这两个 可能对他刚刚想 前面想达到几个目标 都各有好处各有坏处 就看他怎么平衡 所以他最后对台湾好一点 还是坏一点在一年之间 但现在还有一个比较不利的因素就是 全世界现在看了乌克兰想的是台湾 看乌克兰想台湾想说 乌克兰被打成这样 那台湾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帮助台湾 如果台湾被打的话 我们受到冲击比乌克兰那边更惨 所以这么一来的话 就是中共的谈判筹码会缩小 加上我们刚刚讲的 亚太局势变化之后 中共现在是在客观上 未必会更加孤立 但在心态上中共是更加孤立的 所以下一步它怎么走呢 坦白说你要我来筹码 真的有很大的困难 我实际上讲 它在美俄欧乌之间 它要去平衡的确非常困难 现在我看这个难度是加大了 而且疫情还在持续 死了这么多人 疫情都还没有追究清楚 对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谈 这个西方这一次大局的制裁 俄罗斯还有很多亚洲的国家下入 这是很罕见史无前例的制裁规模 有一就有二 那么这个对全球格局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促进跟推进呢 台湾在其中的角色如何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青木大破解 俄乌战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深远 也连带了包括到了经济 供应链等许多的层面的联动 那当俄罗斯现在是 暂时变成一个投资禁区 而西方这样非常罕见的 国际联合制裁的规模呢 有一就有二 有可能机制化 这个中共在后面呢 应该是心惊胆跳 那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的这个制裁呢 未来还有很大的变数的发展 第一个是美国公开警告中共 不要开后门漏洞 否则中共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可能被连带 而第二呢 是普丁看来已经在 找台阶下抛出明确的 和谈条件 而美方表明制裁不是永久 就看普丁的选择 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时候 还是先来谈谈看 我们先请教明老师 就是西方线阶段 这样的多层面 各方面科技 金融 能源 出口的等等的制裁 甚至包括一些打击性的脱钩 可能会把全球 推往什么样的一个格局跟想象 那台湾的角色如何 我先说 你刚刚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说这个制裁 是一个现在俄罗斯 是暂时变成了投资的禁区 暂时的词是很有道理的 它不会永久 我想在谈这个问题先 先谈一下这个 目前的战局会怎么走 第一就是 我们得考虑就是 你要从俄国角度去看是 他怎么样退出这场战争 发动战争不困难 怎么结束战争比较困难 就真的是这样 所以所有发动战争都要想说 我怎么退出来 我怎么要这个漂亮的 体面的出去 也就是我最低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上次也讲 我说俄国的上策中策跟下策 什么叫下策就是我最少最少 达到这个目标 我才能体面的退出来 这叫下策 所以俄国现在大概是这样 它要努力争取下策 然后遥望中策 但我看都很困难 我再说一遍下策是什么 下策就是把基辅拿下来 或者抓到或者杀掉 Zelensky 这两者要举其 就是第一是基辅 第二是Zelensky 这两者做到一件事情 他可以比较体面的退出战争 他说我要目标大体达成了 那现在让我们来谈协议吧 所以他会要做这个 但我刚刚讲说 即便这个是下策 看起来都很困难 所以大概对他来说比较容易的 他说并不是拿来基辅 而是暗杀Zelensky 所以他会在这方面找手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 现在大家在谈说和平条约 其实一开始我讲说 可能会有和平条约 但大家那时候都比较不容易看 因为大家看见就是说 可能乌克兰会被 很快被消灭掉 会被并分掉 那随着战争 打到四天五天六天 现在打到二十几天之后 我一直在讲 我说乌克兰的谈判筹码 反而拉高了 是 他是打得很惨 是很辛苦 然后他的经济可能崩溃 但是打到这一步的时候 他谈判条约是可以拉高的 因为俄国发现说 恐怕我也暂时拿你没办法 所以刚才讲说 俄国打不赢 然后乌克兰打不死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说 真的有这么个和平条约的话 主要内容大概是这样子 俄国方面 他必须完全扯军 然后第二 他要提供一定的赔偿 我先说一下说完全撤军 就是说我承诺现在开始撤军 但到什么时候我完全撤军 那所谓什么时候呢 不一定是时间点 而是条件点 时间点和条件点不一样的 时间点就是4月5号 去讲念旧那天 条件点就是说 当什么事情 当什么条件满足之后 我就撤军 所以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合而为一 但可以分开来看 一般来说 大家除非很有把握 不然不会给时间点 大家会给条件点 所以条件点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俄罗斯的完全撤军是说 当什么条件满足之后 我会完全撤军 那这点呢 大概西方之后可以接受 好 再来就是保证不再侵略 然后不再搞颠覆 你说我不侵略可以 但是你又在颠覆 那也不行 所以乌克兰或欧美 一定会要求说 你不能搞颠覆 你不能去暗杀 不能干什么 好 那这是欧美方面 希望要的最低的东西 然后乌克兰说 那我要保有军队 然后但我可以答应 不加入北约 然后我宣称中立 至于怎么个中立法呢 这边可以解释 瑞士瑞典 都可以调整了 对 我可以解释 反正就是 现在兵力沉下了嘛 那我没毛 火烧没毛 我就宣称中立了 然后你退了兵 将来慢慢再说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就是 我答应东部两省高度自治 但不能独立出去 因为独立之后 我乌克兰这个仗也白打了 因为现在我打得算不错 所以不能独立出去 然后高度自治 克里米亚一定是 就是悬而未决 克里米亚就是 俄国不愿放手 然后乌克兰也不愿放手 俄国不愿放手 就是这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对他的时候 这地方对他的时候 太重要了 对乌克兰的时候 不但地方重要就是 那我的仗也不能白打 所以最后怎么办呢 那我猜 克里米亚呢 我们将来再谈 当作一个悬案 我们双方 我也不同意 你也不同意我 那咱们再谈 但是其他东西 大概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大概会是 和平条约的主要内容 但还有一些负担内容 那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乌克兰下一步要怎么走 对你说俄国退兵了 但他回来随时可以回来 他只要卖的石油够多 卖的天然气够多 他钱够多了 然后他军备回来 他又可以再来 所以乌克兰下一步怎么走呢 要看欧美的帮助到什么程度 所以这第一个大问题 是战争走向 大概先谈到这里 第二就是你刚刚讲的说 跟俄罗斯经济脱钩 应该这样说 完全脱钩我看不太可能 这个脱钩第一是有时间性的 第二是有领域性的 我着重先讲时间性 所谓时间性就是说 当我们欧美各国认为 你俄国对乌克兰不造成 真正威胁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 放开这个制裁 因为我们过去讲过 欧洲各国对俄国的石油 天然气然后粮食 跟一些原材料矿产等等 我们依赖非常高 那不可能说完全切断 短期间之内 这东西我都找不到替代的家伙 然后现在沙瓦地阿拉伯 又跟中共跟俄国在眉来眼去 那我都不晓得说将来会怎么办 所以这东西你说要完全脱钩 大家没有把握 所以我觉得是这个 所以这个 你说布林肯讲说 我们这个制裁 不可能是永远的 当时我们就说制裁 不可能是永远的 现在只是什么条件 跟什么情况下 我可以把这制裁放松 或是整个取消而已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就是制裁的条件 制裁拿取消条件 布林肯说 你必须是不可逆转的 保证不再侵略乌克兰 或不能侵略乌克兰 这话讲起来就很有艺术了 因为你要真正说 不可逆转的话 其实最后可逆转了 就是看说它很到什么地步 你说如果今天真的是俄国发疯了 他如果要丢核子弹 那你说可逆转不可逆转 可逆转了对不对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不可逆转只有一个条件 让乌克兰进北约 不可逆转 你做不做到 做不到啦 是不是这样 所以做不到的话那怎么办 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就是 你美国最后得食言 你美国最后在 其实条件没有完全完备情况下 你必须放松制裁 这是我现在的猜测 也就是欧洲各国会求你美国放松制裁 因为我们受不了了 俄国也是看这些点 才说我才敢发动这样的战争 好那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普京的动向就值得耐人寻味了 那我们不晓得会怎么走 当然今天这个 你说拜登讲了重话 但他那个后来 布萨基帮他解释 他那是政治发言 不是法律发言 你们法律的人最懂这件事情了 好那你刚提到说制裁中共 坦白说会有困难 所以同样条件 你说要对付中共 我看不太容易 中共的经贸实力 跟欧美各国经贸的关联 远远大于俄罗斯 所以这杀人一万 可能自存九千 所以大概这也不是做不到 他们得另外想别的办法 那可能决定说 可能定点打击一些 具体的高官或等等的 让他们党内痛 那这种就是很小的制裁了 好那最后就台湾的角色 所以台湾受到国际的关切度 大幅提升 刚刚讲了 大家现在看的是乌克兰 想的是台湾了 这第一个 第二国际对台湾的 各种援助会增加 那我们也可以预计买到 更多的各种国家的 各种不同类型的武器 包括在这次战争当中 这个大放异彩的武器 第三台湾的外交空间会增大 但是我得再说明 外交空间增大 没有大到 我们可以回到联合国的地步 只是说空间没有大 但是这些说完之后 先决条件就是 我们要足够 让人家相信说 我们能够自立自强 让我们有决心捍卫自己 不过最后一点 为了提醒一下 走到这一步之后 欧美各国会认真考虑 要把一些半导体公司 从台湾搬出去 否则他们会不安全 他们会想这件事情 是 桑姆律师怎么看 我看那个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已经导致了 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 已经导致了俄罗斯的 经济脱钩的现象 已经出现 这个debundling这个问题呢 也是一直以来 我们看到中共 中国能不能够就是 出现这样的局面 但问题是看得到 这个中国跟俄罗斯 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 因为世界的产业链 上看在中共 中共上看在这个世界 产业链里面 是非常深的 非常广 你要切断你的资源 你的很多贵金属 甚至很多的主要的 生产的原地都不见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所以美国现在 有没有准备好呢 你看到 Marco Rubio 已经讲到 就是希望共和党 能够推动拜登政府 更加强硬 在军备 在资产方面 而且更重要的是 制裁 会有非常 制裁中国 会非常高的难度 但是必须要做好准备 他说 所有的威权主义国家 都是一样的 美国必须要 这个介受 他们对于 这些国家对于美国的冲击 我们要捍卫台湾 捍卫美国 测试美国的时候 他们也测试自由 那进口依赖中国 必须要停止 才可以实施对中国的制裁 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 也不是短期几个月内 就可以解决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啊 就算中共违反了 就是美国的命令 就是俄罗斯不得援助乌克兰这个命令 他所受到制裁可能是小规模的 中型的 而不是真的冲击性的 这个是因为华尔街的集团的利益 所决定的 另外可以content到 有很多地方可以定点的把它标签起来 比方说你把2月4号普席会 签订有16分的协议嘛 这16分的协议可以预示着一个点 是说那个一个一个如果中国要不履行的话 俄国就是可以追求这个违约方中国 如果要履行的话 美国就要制裁中国 因为每一个这16分的协议 都是非常的中俄密切的关系 供应源源不绝的钱给俄罗斯的 比方说天然气的管道 每年俄罗斯向中共供应 11百亿的立方公尺天然气 而且对中国的天然气的出口量增加25% 还有高空卫星系统 还有原子能集团要原建核电站等等 这些东西如果有任何一点点 中国要执行的话 这个基本上是违反现在制裁的问题 很有可能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一个本身 你会越来越看得到 这个制裁是一回事 那但是你说 制裁要不要用到什么样的力度 如果只是制裁一些官员 太小靠 真正要制裁的是要把 像对俄罗斯等级的制裁 取消最后国待遇 而且要对他的外卫储备 要完全断绝一切的往来 其实中共是怕的 那中共是爱上俄罗斯 也没有信心一起赢 他独立也根本不可能赢嘛 所以他唯有当一快乐第三人 希望买时间 拖延时间 那拖延时间的结果是 看看西方会不会对他制裁 我觉得机会不大 在全球的那个商业的社会里面 我觉得这个有庞大的商业集团的压力 给欧洲 给美国 他们必须要慢慢开放 对俄罗斯的制裁 更不用再谈这个对中国实行的制裁 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空间有限 不过如果像采取他 像这个美国对华为 或中兴这样子特定的 这个战略性的产业的一个制裁的话 中共就很痛了 但是对其他的西方的话 冲击就有限 对的确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是在川普时代 双方还没有开战时候 从低度到中度慢慢削弱 中共这个集团的实力的一种方法 但现在如果说你要用俄罗斯那一种 叫做直习性的制裁的话 我觉得说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所以削弱会继续削弱 我就看看如果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在川普的基础上 增强制裁的密度 我在过去一年里面看到拜登 基本上在制裁中共这个地方 还是维持在川普离开的时候的 那个密度而已 大概如此 那会不会增加 这个大家要看 但我觉得只是进一步削弱 这是一个 另外的是台湾 怎么看 在FSB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文件里面说 习近平认为攻打台湾的实际 已经不存在 那美国威胁中国当中 中共当中 政敌会更加会触动习近平 大家看得到最近那个朱镕基 在那个 有被引述 他是公开反对 习近平 表示我从来没有看到 公开反对过 但起码说有引述 在华尔街日报里面 有这样说明 另外 有一种说法是 这个李克强 说那个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在拜拜的时候 也说了一些狠话 那你看到中国的疫情也大爆发 香港现在爆的乱七八糟 所以中共现在的 整个党国的体质是非常虚弱的 而且是越来越虚弱的 那这个时候他也很怕 这个时候他用动武的方法对待台湾 我们也是怕 我们不会说这个战争完全不会发生 但我认为说这一次物战 如果你到头来看 韩战救了台湾嘛 物战某程度上也救了2022年的台湾 因为有乌克兰的战争 全世界开始知道说 自由阵营跟专制阵营的对决 不只是对俄罗斯 对中共也是一样 我希望更多有事是要大讲特讲这一点 不要只关注俄罗斯普丁的倒台 而是要把中共的恶性讲清楚 那我看到几个观察 可以跟大家很简单分享 第一个台湾没有中立的立场 外交空间会扩大 但它绝对不是 看两岸关系要摆当在中美之间 这个完全不了解大国博弈的逻辑 你没有一个中间一个点 在那个地方给你游刃有余的 事情上是要你要从价值观出发 从国家利益的出发来告诉大家 你要归哪一对 那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地方是台商 要率先跟中共来脱钩 台湾政府要做更多的事情 起示范的作用 那不要等到中共 这个破手破脚的时候 你才哀哀叫 第三个 现在乌克兰的美国北越在后 乌克兰在前的模式 会不会在台湾套用 就是助人自助的模式 而不是真正帮你打一场仗的模式来用 这个都是可以去讨论 但我认为说 在台湾的情况下 美国主动参战的机会 是远远大于乌克兰的情况 因为乌克兰不是北约跟印太 台湾就是等于美国的核心利益 跟乌克兰不能同日而语 第四个 台湾禁止我们的国防跟国防意识 自己国家自己就之余 我们不要妄置匪薄 台湾北部有全世界最高密度的飞弹防御系统 而且我们的红准的那一个飞弹跟Jaflin标枪飞弹 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有火红缺的无人机 可以AI辨识精准杀敌 所以很多的假消息说 台湾是没有办法守护好这个国家 中华民国没有办法去好好抵抗中共的清零 其实这个地方是荒谬的 那我希望说从政府到民间 都要把这一种崇尚这一种抗战 而且一定要做到底的精神 要讲出来 俄乌战争之后 民调显示七成的台湾民众 都是希望奋勇的抗敌 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希望这个东西多所推广 台湾才会真正守护资物自己的安全 是 好我们感谢我们节目最后两位来宾 跟我一分钟总结讨论 先请明老师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共产党心态会撒谎会欺骗 然后都表现在文学上面 俄国虽然号称民主化 但普京的思维跟形式作风 基本上没有脱离共产党 然后中共也是如此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牢记在 党文化的影响 第二点就是我也讲 我说中共跟俄国这些国家 都不可能为所欲为 我们对敌人的估计要正确 不可以过高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低 我们只是说 不要过高地估计了对手的实力 然后过低地贬低了自己 好这第二点 第三就是对我们追求和平 我们当然追求和平 和平是要用实力来保卫的 和平不是依赖对方的善意 在国际关系当中 我们从来不能依赖敌方 甚至不能依赖朋友的善意 基本上我们是要靠自己 朋友会来帮忙 不是因为他是朋友 而是因为他利益跟你平行 这样才叫朋友 所以我常常讲说 没有绝对的朋友 没有绝对的敌人是这样子 然后他估计是很冷酷的 但没有办法必须如此 所以对敌方来说 我们不能依赖他善意 那么也不能讨好对方 我们不是说要挑起对方 这个仇恨或干什么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要告诉对方说 我有实力我不怕你来 但我不是说我没事做 我就刺激你 然后鼓励你来干什么 反过来说我一昧讨好你 其实恰巧是对侵略的邀请 就邀请侵略了 所以这点我们还真的要考虑一下 再一点我知道就是台湾蓝绿白各方面 都在认真思考台湾的国家安全 没有错 思考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利润点 就是以我为主 以台湾为主 而不是以敌方的考虑来说 我怎么样去考虑我的安全 不是这样 是说我怎么考虑我的安全 然后再说我怎么样去影响对方的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刺激到对方 你要说完全靠不刺激到对方 然后是求得和平 没有这种事情 我讲了 你因为这样做的话 那等于是讨好 等于邀请他来亲了你 而且你说这样对方就生气了 对 以中共的个性来说 他一定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问题是你怎么样让他知道说 你必须自难而退 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亚洲欧洲 大家都会建军 都会扩军 所以长期来说 战争的机会会变大 我不是说一定爆发战争 但战争的机会会变大 而中共现在心态上会越来越孤立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这次战争 很可能会在全球范围之内 引爆一定程度的粮食危机 所以这点台湾要多做准备 律师 你看到大概在这个论书里面 很清楚的 台湾必须要自己国家自己救 而且要有实力来换取和平 秀吉也讲过 如果在战争和屈辱之间 选择的屈辱 你始终都要面对战争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 在面对这个俄乌危机的时候 其实进退失去 他有很多的误判在里面 他变成是现在怎么选择哪一步棋 是一个残局都是死的 他如果选择爱进俄罗斯 结果是揽炒 如果他决定说 好像江泽民当年 就是说911观察定一段时间之后 完全挨到美国那边 对抗那个恐怖分子 那当时是这样子 但这样也死了 因为这会导致到 国内的民怨开始推他 他的政敌也推他 因为是你习近平举旗不定 在忽然俄罗斯忽然美国 而且民怨非常大 那个民族主义 他种下的活根会反咬他 好 只能选择 拖时间的快乐第三人 好 就算他不秘密援助俄罗斯好了 等到这个烟宵一过 如果能够不拖的话 俄罗斯一沉下去 头号敌人重新树立为中共的时候 他也是死 所以结果是存亡此寒 所以三步起他都会死 他当然选择一个 可能更有变数 更有可能拖的一个第三步嘛 但这个第三步是一个非常妙奇吗 不是 他只是不得已的一个说法 所以我想说整个空间来讲 我觉得台湾其实可以更加壮大壮阔 而且更重要的地方 在这个时候可以更好的 跟美国跟其他盟友 要求更多的东西 这个实践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这时候还是用一个 温吞吞的方法来处理事情的时候 反而不利于台湾的国家安全 我希望大家能够芬发发展 张泽民当时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 跟那个结果跟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对 好 我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宾 精辟的分析 感谢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大破解 我们每周三五再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